中国公民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从今年的6月份先后8次从日本回国 却被上海当局拒绝入关 从11月4号滞留日本的成田机场已经有40多天了 这起事件在海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 各方的声援之声不断 日前冯正虎向访问日本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 然而中共当局也不顾在国际上丢丑了 至今仍然是采取拒绝和回避的态度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期的禁闻角落 今年55岁的冯正虎1986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之后在上海财经大学任教 兼任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 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 1991年赴日本留学 目前仍是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 日本三政实业会社中国部部长 1998年回国创办了上海天伦咨询公司 2000年因天伦公司出版物审核问题 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 2001年被上海市法院判刑三年 并处罚刑40万元 2003年11月冯正虎刑满出狱 开始刑事申诉 并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告上法庭 2004年11月上海市卢安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长期以来冯正虎帮助访民拆迁户维权 并主办督查简报 揭露上海官员腐败 他还编辑了上海法院司法不公的案例集 今年2月冯正虎在北京被上海政府人员绑架 遭非法拘禁41天后 于4月初前往日本 从6月7号开始 先后8次回国被拒入境 其中4次是抵达上海的机场后 被中共警察用暴力强行拖上去日本的飞机 11月4号第8次回国 又被绑架到东京后 冯正虎坚持不入境日本 并发表声明放弃日本的签证 他在成田机场入境大厅的长椅上安了家 每天都有维权人士过境旅客和空姐 给他送热水食物 冯正虎在上海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还有90岁的老母亲以及兄弟姊妹等家人 这起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件 引起海内外各界的极大关注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等4人 12月3号专程飞往日本探望他 许多维权民主人士打电话支持他 几十位上海访民从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开始 每天绝食接力声援冯正虎 一位参加绝食的访民说 我们非常愤慨 我们也不能为力 我们怎么样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们的心情 国家有法律宪法 他们就不遵守了 日本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德国等国际各大媒体 纷纷派记者采访冯正虎 每天有上万名过境游客 看到冯正虎用中英日文写的抗议背心 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在回答记者对此提问时 却推卸回避 冯正虎自嘲是中国第一个国际访民 无意中担当起中国人权大使的角色 12月11号 冯正虎发表至胡锦涛 温家宝 吴邦国的公开信 恳请中央查处上海官员及警察的违法犯罪行为 罪责指向上海市委书记于正生 市长韩正 政法委书记吴志明 13号 冯正虎又发表公开信 向前来日本访问的前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喊话说 当您受到日本天皇隆重接见时 您的同胞仍在日本的国门外 忍受精神上的羞辱与身体上的折磨 中国过渡政府总统武凡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冯正虎现在已经成了中共政府手里的烫手山芋 这一事件已经成了国际笑话 据消息人士透露 从中先部到国安部至今拿不出一个好的方案 冯正虎事件已经成为中共十八大前内斗的砝码 毫无疑问 上海帮一些成员将为此负责 民主人士魏京生表示 中共这个愚蠢的策略等于是在自打耳光 这事闹得上海解决不了 闹得国际媒体沸沸扬扬 闹得中共脸皮扫哒哒的 据说只好由中共政治局来收场了 大家正在猜测 看看中共这帮家伙如何收场 远南方周末记者 网络报刊一报创办人翟明磊 发表不让冯正虎回国是我们的国耻的文章 引起大陆网民强烈反响 文章说一个国家是不应当耍流氓的 否则他便失去了威信 即使有多少GDP也会被别国耻笑 称之为野蛮国家 11月24号 公民力量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 大赦国际 绿色和平等组织 在美国国会山庄举行冯正虎事件新闻发布会 前里根政府内阁官员迈克哈洛维茨在会上表示 中共政府通过内定黑名单 拒绝自己的公民回国 正如一个母亲拒绝自己的孩子回家一样 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新唐人记者 李元翰 周天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